以色列上空又上演火箭弹连发 只是发射的位置 不在加萨而是黎巴嫩 以色列第一时间启动铁穹系统拦截 但火箭弹还是源源不断 因为真主党一口气发射200多枚 创下以哈战争以后 真主党单日最大攻击 这次火箭弹大多落在边境地区 不过有些却落在加利利海周围 和第三大城海法东侧 一名以色列记者就评估 这个人口接近30万人的城市 迟早下达撤离令 真主党还宣称有摧毁 以色列铁穹发射器 先前也曾击落高空无人机 以色列南北同步作战 威胁不减反增 真主党也认了这波攻击 是要报复以色列先前 击逼他们的高阶指挥官 这名指挥官据称是以哈战争以来 真主党死亡军官中 层级最高的一位 只是话才说完 以军加码轰炸更多真主党据点 双方护轰的范围 还有扩大趋势 以色列似乎不怕同步作战 也在加萨扩大施压 南部拉法地区 也能看到越来越多士兵和战车 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表示 先前被列为安全区的拉法 马瓦西地区也被攻击 不再安全 而北部民众更是处在 如地狱般的生活 还是缺乏干净用水 加萨各地死亡人数破3万人 不过哈马斯领袖辛瓦 还在神隐当中 甚至认为目前的情势 有利哈马斯 华尔街日报报导 辛瓦在一份写给领导层的文件中 认为国际压力落在以色列身上 符合他的期待 内容中也透露 根本不在乎人民死活 至于先前以色列成功救援的四名人质当中 其中一人有俄罗斯国籍 他的父母特地飞来以色列 温馨大团圆 却也听到许多儿子 告诉他们的恐怖遭遇 安德里斯说了 有些东西 我从来没有告诉你 他需要去洗澡 他们偶尔给他一个 怎么说的 袋子 在袋子 包含在高温下 逼迫盖毛毯 或是骗他 以色列人 希望人质死光 因此当以军特种兵 冲进来的当下 他真的一度以为会被灭口 无奈剩下的上百名人质 或是时间 还是未知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 哈马斯最后一刻 又说要修改协议 布林肯在以哈战以来 第八次的中东行 看样子 还是不太顺利 这新闻送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